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月将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 不仅如此 中月还将展开交通基建领域的重要合作 进一步提升双方经贸交流 和人员往来的便利性 南海局势拨掘云轨 中月能否树立妥善管控分歧 互惠互利合作的典范 美国不断强化对越影响力 越南对华关系 能否摆脱不利因素的干扰 实现共谋和平 携手发展的目标呢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河内现场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 妮小文 北京现场 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 沙海现场 河南大学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 连线解读中月合作天时地利 共谋发展世代人为 李一帆的 日中报道 在中月建立全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周年之际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月12日至13日 应约共中央总书记阮富重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之邀 对越南展开国事访问 习近平时隔六年再次访越 两国社会对于同志加兄弟的中月关系 再上新高度充满期待 习近平12号在河内 越共中央驻地 同软附众举行回谈 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越方携手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中月命运共同体 今年以来 中越在各领域务实合作 明显加速 两国政党间的高层互动 更加频繁 与此同时 中越经贸合作关系 日益密切 中国连续多年 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越南也是中国 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越双边贸易额 连续两年 突破2000亿美元 复合内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习近平也发表题为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进 现代化的新篇章 署名文章 呼吁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共寻解决办法 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 外界注意到 美国总统拜登 不久前 也对越南进行了访问 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紧随美国之后 日越关系再度升温 一些西方舆论 便开始替中国找起集来 中越关系也受到了特别关照 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 图穷比线 到后来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恶华制华 越南之所以成为 最有希望被拉入 美国队伍的中国邻国之一 无非就是想在南海问题上 找来一个帮手 但事实证明 越南外交 中越关系 完全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走 就在不久前 中越两国还开展了 今年第二次的 北部湾海域联合巡逻 令美军里根号航母 白来一趟 现如今 中越联合巡逻 已成为了南海地区 海上执法合作样本 此次巡逻结束后 中越海警局 还在广州成功举行 第七次高级别工作会晤 越南海警船 启程赴广州 开展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密切中越海警合作关系 国际格局风云变换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 中越关系有望再上新台阶 从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更多确定性 稳定性 一连两日 习近平时隔六年 再度访越有何看点 聚焦南海 中国如何寻找 双方认可的解决之策 挑拨不断 中越两国如何在 不确定中携手发展 共商合作 共谋和平 根据新华社刚刚发布的 最新消息 中越两国宣布 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携手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首先在河内现场 连线一下我的同事尼小文 小文你好 中越元首举行的会晤 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在接下来的议程上 有特别哪些 值得关注的地方 好的 任任 我们今天也是重点关注到 阮副仲彤 习近平的这场会谈 会谈是在当地时间 下午四点半左右开始 一直是持续到晚上六点多 大概是持续了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 双方是共同宣布了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 新定位 在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宣布要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那么其实有关 双边关系定位的问题 在访问前夕 就受到外界的高度的关注 特别是因为在 今年9月和11月 越南是先后和美国和日本 都提升了双边关系定位 那也提升到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么在此背景之下 这次中越关系得到了再升级 毫无疑问也体现出 中越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也体现出两国同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 志同道合命运与共 那么再来关注到明天的行程 据我们目前的了解 明天上午 习近平首先将会前往 胡志明林进行划圈 那其实在此前 2015年习近平访问越南的时候 也曾经向胡志明林进行划圈 我想这样的安排 也是体现出中方对于 中越老一辈领导人 建立起的这种 两党两国友谊的高度的真实 在之后习近平还将会同越南国家主席 武文赏进行会谈 并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正和国会主席 王庭慧 那值得关注的是 在明天下午 习近平还将会在河内 会见中越友好人事团体 其中也包括中越友好协会的相关人士 那也可以看出 在这次中越提升双边关系 加强高层战略沟通的同时 那双方是同样重视民意基础 那此前中方也是明确地表示过 这次访问期间 要加强媒体出版机构 以及文旅青年等等领域的交流 便利人员的往来 进一步地去增进 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 任任 谢谢 接下来请教一下杨丹志先生 这一次习近平对越南的国事访问 外界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中越将会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您怎么来解读中越关系开启新阶段的意义 好的 那么实际上 在此前的阮不重总统记访问中国期间 中越双方的领导人 已经就如何实现中越关系的提制升级 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 那么在今年我们也看到越南的总理 范林郑 包括越南国家主席 文省 也都访问了中国 那么习主席这趟访问实际上是 中越两国领导人 元首级互绑机制 他正在运行他的体现 那么实际上在这次访问中 你就是看到 很高兴地看到中越双方 最后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那么我想在过去 中越关系也确实是越远流长的 同时中越双方已经建立了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他也是现在目前 所有的伙伴关系中是最高层级的 那么但实际上中越关系又具有特殊性 实际上就是说和美国和日本和越南的关系相比 它具有特殊性 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边有两党和两国之间 有一种传统的友谊 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所以我想这次访问达成这个共识 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实际上能体现出中越关系 它的特殊性所在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将会指引中越关系 向更高层级 向更高质量的方向去发展 主任 赵卫华先生 这应该是习总书记 时隔六年再度访问越南 从这次访问的时间点 以及议程安排 包括中越双方达成的共识 您怎么来看待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习主席的这次访问 是2003年的出访过程中 除了出席多边场合 少数的次对外观访 就是它充分体现了 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重视 和对中越传统友谊的重视 习主席的这次出访 它发生在当今周边地区 冲突多发 不确定性增加的时间点上 这次出访 它向世界通常展示 中央两国可以超越分歧 追求共识 追求合作 特别重要的是 这次就是中央两国 就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央命运共同体 达成了共识 它也打破了以前的 前段时间 一直就是社会上所传的 就是说越美关系升级 越南可能倒向美方的 这种谣言 充分体现了这个中越关系的 对中越关系的优先性 是在越南这方面来说 出口共谣的 同时呢 这也意味着中越关系 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 在和那个现场 我们再连线一下小文 中方此前表示 这次访问将会重点关注 中越双方的互联互通 以及经贸合作 就你的了解 中越双方这次具体的达成了 哪些合作成果 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 好的 仁仁 卧视合作确实是 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特别是你刚才提到的 互联互通的领域 中越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特别是在中越跨境的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的方面 我们这次其实也采访到了 一些相关的中国企业人士 和专家学者 那据他们透露呢 在互联互通领域呢 目前有望出现 两个重要的进展 那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广西南宁 到河内的铁路的升级项目 那因为铁路诸线老化呢 双方其实一直是在探讨升级的问题 但近期呢 中国是明确表示 是将为升级项目提供资金的支持 也是解决了往下推进的障碍 如果呢 这条铁路实现升级 那毫无疑问将会促进 这条铁路和同行的欧亚班列的对接 来进一步的提升区域的经贸往来 那另一条线路呢 就是云南京河口老街至越南海防的铁路 那这条铁路呢 中越双方此前就达成了共识 在去年11月呢 软夫众访华期间 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那其中就特别提到 要尽快完成这条标准铁路的规划评审 所以包括这两个项目 以及越南在计划中的 这个南北高铁项目等等 你相信中越都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另外就是在贸易领域啊 那两国的合作空间也很大 那中国已经是连续多年 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而最近两年呢 中越双边贸易 更是已经连续两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 而从去年9月开始呢 那越南的榴莲和百香果等水果呢 也是获准进入中国 进口规模是得到了大幅的停舍 仅榴莲一种水果 今年进入中国的规模 就有望大幅超过10亿美元 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这次访问期间呢 双方也就扩大越南优质农产品 进口的问题 达成了共识 你相信也将会成为 两国合作的新的亮点 任任 好 谢谢小文 杨丹志先生 确实对于习近平这次 对越南的国事访问 外界关注的焦点非常多 那其中的有一个焦点 就是小文刚刚提到的 中越之间这种铁路升级的 更新项目的这个前景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 中越不仅仅在交通基建的领域 达成了共识和合作 而且会在一系列的广泛的经贸领域 也会进一步地深化合作 这对于中越两国的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好的 主持人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阮汉仲主席 阮汉仲总组记和习近平主席 达成的这个共识中 就提到这个两郎一圈 和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对接 那么现在的这个中方呢 也在推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是高质量的这个进行建设 那么实际上就说 中越之间就存在着这个 很多的这个发展的合作的这个契机 那么我想呢就说它这个互联互通的这个推进 那么特别是一些铁路啊 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的一些推进呢 它会带动这个中越关系 全方位的在经贸的领域呢 全方位的一种这个升级 那么包括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进口啊 农产品的出口啊等等啊 包括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 包括这个在绿色经济啊 数字经济等等领域的这个合作 都会有这个全面的推进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说越南方面呢 表示说这个希望中方在这个高新技术这个领域 和这个越方加强合作 在这个矿产啊 开发等等 这样一些广泛的这个领域加强合作 这样的一些意愿 因为在过去呢 在很多方面呢 实际上越方是意见是有所保留的 或者态度是相对犹豫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越方 他的态度有一定的改变 包括此前这个范明镇总理 在会见这个华为集团的这个 亚太区的这个高级总裁 林伯峰的时候也提到 希望中方呢在这个 数字经济领域啊 在这个高级技术领域呢 加强和越方的这个合作 帮助越方培养人才等等 所以我想呢 就展望未来呢 这个中越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 包括在这个科技 教育文化的领域呢 这个合作呢 将会进一步的向前推进 取得更大的这个进展和突破 主持人 嗯 赵卫华先生 我们知道 在最近中美博弈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其实很多中国的企业呢 都在不断的加大 对越南的投资 所以中越之间的 这种经贸合作啊 事实上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这种势头还会继续 这一次习主席 对于越南的国事访问 应该说会进一步的深化 中越之间 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您如何看待啊 包括中越之间 将会签署的这样 数十份的合作协议 它其中的亮点 会体现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这次 最大的亮点呢 还是我们说 中越铁路对接 和这个海防老街 河内的铁路改造 那么这个中越铁路对接呢 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目前的这个美国加强 对越南拉扭的同时呢 那么主要原因呢 就是说越南呢 对美国的贸易 依赖非常大 在2002年 越南的对外顺差当中 有947美元 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所以说呢 越南对美国的依赖特别大 但是呢 这次习主席呢 访阅呢 首先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还是就 在这个中越铁路对接 和这个铁路改造升级 它进入一个落实状态 那么落实状态呢 一旦这个中越铁路对接 能够完成的话 那么不仅是大大促进 这个中越之间的贸易 而且呢 它会大大的促进 又南和欧盟的这个贸易 因为每次呢 又南领导人访华 或者在会见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呢 总会提出呢 要求中国为又南的货物 又南的列车 通过过境中国提供方便 那目前呢 就是说越南和中国的这个贸易量呢 特别是它的这个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啊 占越南进口商品的三分之一 另外一个呢 就是欧盟 如果一旦这个中越铁路 这个对接达成的话 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个 越南中国 越南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格局 可以说就是中国和欧盟 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将占据绝大度 那么越南对美国的这种贸易依赖 将大大的降低 所以说目前 那么造成的这种 越美关系非常密切的这种假象呢 就会被拆穿 杨丹志先生 其实现在有一种观点 认为啊 对于越南来讲 目前各方呢 都在争夺越南的影响力啊 现在中越之间的这种 政治互信的基石 在不断的加深 同时越南和美国的关系 也在向良性发展 同时越南还在和俄罗斯保持着 非常良好的关系 以及越南和欧盟之间的 这种经济的联系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您怎么看待越南未来 它是否会成为各方 所要继续争抢的对象 展望未来呢 越南方面将继续成为各方 这个争抢的对象 那么但是呢 这个越南方面呢 它一直是在坚持这个多边化 多样化 这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外交 那么越南方面呢 要和这个世界上各个主要大国 都建立这个良好的关系 包括在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关系 包括在这个政治 甚至这个安全领域的这个合作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越南方面呢 既可以和这个美国方面 商谈这个购买美国的 先进的F16战机 等等一些这个先进武器 同时呢 它也在和俄罗斯也在谈谈 继续购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武器 包括和这个日本方面 这个也是建立这个 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同时呢 还要和日本加强防务合作 所以我想呢 越南这样的做法呢 它实际上是它 在革新开放以后呢 一直在坚持的 这样的这个 多边化 多样化外交的一个体现 同时呢 越南方面呢 它也坚持它的这个 逐世外交的这个传统 逐子式的外交的传统 既有这个坚持的这个基础 同时呢 又可以在风中灵活的搖动 但是呢 不可能轻易地选择 依附于某一个大 所以我想越南的外交呢 在今后还会继续是体现出 这样一个灵活物是 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么我想呢 这个中国和越南的 这个特殊关系 这个传统的友谊 包括这个 现在已经有新的定位 提升到新的层级之后呢 中越关系 它仍然是具有这个 其他的这个国家 和这个越南之间发展关系 它具有一些 无法替代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我想你说 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的 这个中越关系呢 还是可以有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主持 好 下节回来呢 我们聊一聊 中越之间的关系 开启新阶段 对于地缘政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稍后见 sticking到这一程 下节回来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习近平对越南展开国事访问之前 中越刚刚结束了 北部湾海域的联合巡逻 中越海警海上执法合作 进一步地加强 我们来请教一下 在上海现场的赵卫华先生 中越关系开启新阶段 对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我想这次呢 习近平主席和任何总统筑力 达成了共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这对于南海的进一步稳定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呢 中越之间呢 能够维持如此紧密的关系 我们的务实合作领域 特别是军邦领域 有如此重大的进步 得益我们两党两国政府之间 能够超越分歧 追求共识 追求合作 中越两国呢 在南海呢 就是一直保持着稳定 这种和两党之间的共识呢 有分不开的关系 中越两 虽然说中越两国之间呢 在海上 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但是呢 两国在处理边界海上分歧的问题上呢 可以说是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典范 我们的边界问题呢 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我们首先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完成了陆地边界 北部湾边界的划分 目前呢 就剩下了 把这个分歧呢 压缩到了海上 那么这个海上问题呢 目前比较复杂 但是两党呢 都达成了共识 就是说要搁置这个分歧 超越分歧 去追求合作 因为两党两国政府呢 都认为 这个分歧只是局部的 而双方的共同点 要远远大于分歧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 双方呢 维持了海上的稳定 从而促进了 我们双方的这个 双方关系的密切的发展 和进一步的升级 确实啊 最近南海局势呢 有升级的趋势啊 中国和菲律宾 在南海的争议 持续的紧张 包括域外势力介入南海呢 也有升级的趋势 请教一下杨丹志先生 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越之间的合作 有什么样的示范意义 好的 主持人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在过去呢 我们谈这个中国 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呢 偶尔谈这个经济领域的 这个合作呢 比较多 那么或者认为 在这个安全领域 要推广这个 要推进合作呢 可能存在一些难度 但实际上呢 后来发现在这个 非传统安全领域呢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啊 这个合作的空间 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中国 和越南两国来讲 实际上呢 从中越两国的 在南海问题上的 这个一些实践来看呢 实际上中越双方呢 在这个加强 在南海问题上 这加强这个 非传统安全合作呢 已经取得了 很大的这个突破和进展 那么在加强海上执法啊 包括在一些 灾害的救助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呢 中国和越南双方呢 实际上是存在着 很多这个合作的 这个空间的 所以我想呢 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 实际上是要双方呢 采取一种固实的 理性的一种态度 同时呢 坚持从这个 两国关系的大途出发呢 就能够更容易地 控制这个 两国之间 存在的一些这个纷争 把这个事态呢 向这个缓和的方向推进啊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 对于南海问题 找到一种这个共识 解决这个纷争 应该会起到一个 良好的一个试探作用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的 在近期呢 实际上菲律宾方面 确实在和美国 加强了这个 一系列这个合作 那么南海问题呢 在这个中非关系之间呢 这个确实是 也发挥了一些 这个不太好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影响和作用啊 同时菲律宾方面 还知会了这个 越南方面 知会了这个 其他一些 这个南海的这些 分针方啊 实际上就说 希望就说 甚至提出一些 新的一些建议 去代这个COC 实际上就说 这个做法呢 是不利于 这个南海局势的 这个缓和的 我相信呢 这个越南政府呢 它实际上呢 也是能够从这个 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 从这个保持 这个南海的和平 和稳定出发 我想呢 会比较理智的 比较这个清醒的 这个处理 这个南海 会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我们也期待 南海问题呢 能有一个 很好的解决的 一个方案 赵卫华先生 确实啊 美国方面 现在也在加强 对越南的影响力啊 您认为 未来的中越关系 如何排除 不利因素的干扰啊 能够进一步的 携手共谋发展 我想呢 越南呢 现在呢 它实行的是 大国贫困的外交 它实际上目前呢 在美国一直在 推崇印太战略的 这个态势下呢 越南呢 是越南领导人呢 它会有一个共识呢 就是说 越南绝对不选边站队 越南呢 要维护好 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我们这次 最近呢 一次到越南 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和 越南就是 像汉林苑 然后 这个 就是国家级的智库呢 交流呢 那么越方的专家呢 他们都有一个共识 他们都要强调 他说 越南方面呢 要充分认识到 中国呢 是一个世界大国 这个最基本的现实 要努力 维护好 和中国的传统友谊 所以说 无论美国 怎么拉拢越南 我想 越南党的政府 以及 越南的战略界的精英 对中国关系的重要性 的认识是非常 它是非常到位的 它绝对不会改变 就是目前的和中国的 这个传统友好的政策 它绝对不会 解决战队 甚至说 导向美国这一边 谢谢 张伟华先生和 杨兰志先生 也谢谢小文 凤凰全球连线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実行 从丁lungen painted 感谢观看